这就是曾轰动全世界的兵马俑复活事件 2006年 一位叫马林的外国小哥 由于对兵马俑太过痴迷 为了能够与兵马俑融为一体 于是亲手制作了一件兵马俑制服 趁安保人员不注意时 一跃跳进俑坑 成为了秦始皇兵马俑中的一名兵俑 可能秦始皇致死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兵马俑中竟然出现了德国兵种 而此时听到警报声响的安保人员 也立即跳进俑坑进行排查 但由于马林的演技十分逼真 就连他身上穿的盔甲和脸上涂的颜料 不和兵马俑一模一样 就连当时正在巡查的安保人员 从他身边经过都没发现 就在安保人员感到困惑之时 站在高处的民警 似乎察觉到了坑内的异常 于是立马让同事去手指的方向再次排查 当安保人员再次来到刚刚路过的地方 用手摇了摇眼前这尊兵俑 这时民警才确定这是一个真人 而并非真正的兵马俑时 本以为马林会束手就擒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 是在面对民警的质问时 马林依旧崩直身体一动不动 甚至还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 自己就是秦始皇的外国雇佣兵 由于经过长时间的劝说无果后 民警们为了保护文物不被破坏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安保人员强行抬着马林离开了现场 而此时的马林更是敬业无比 尽管被抬在空中 身体依旧保持笔直 经过这件事情后 秦始皇的外国雇佣兵马林 算是彻底被落实了 甚至还上了国外电视台 当记者询问其 为什么要这样做时 马林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其实他此次去兵马俑博物馆参观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跳进兵马俑坑装兵俑 而是为了穿上兵马俑衣服 和真的兵马俑拍一张合照 最终工作人员考虑到 马林是国际友人 且对兵俑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坏 于是只对他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后 就让他离开了西安